爱的这个清代乃是现现代当代一些书法家的作品呢 来欣赏 通过欣赏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平 这样呢就可以同时提高自己的这个创作水平 小传 基本知识呢 我们就讲这些 归纳学来说呀 这个所谓小传呢 最主要需要注意的呢 一个就是用笔的问题 一个就是用笔的问题 用笔强调的呢 并不是这个起笔藏锋和收笔回锋 而是呢强调是中锋 中锋 再进一步提高参照其他书法名家作品 就是强调一个这个顿挫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结构 结构呢 主要特征就是要掌握 它的形体修长 而且下边要输朗 以下边为主 下边要输朗 不要呢写的这个 这个形态不一样 这是 结构 至于章法上来说 书法作品的章法是一致的 它都要强调一个行器 创作单字作品的时候要把落款盖章的位置考虑到 如果创作多字作品的时候呢 要考虑到字和字之间的联系 这个联系靠每个字之每个字的中心线贯穿到一起 如果贯穿到一起就联系上了 这是我们讲的小传的主要内容 希望大家呢通过练习呢 创作出自己喜爱的小传的书法作品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印章不是说只是一个证明这个作品谁写的 起这么一个证明身份的作用 在整个作品创作当中呢 印文还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 在书画作品上用的印章和我们平时所用的不太一样 我们平时所用的印章呢 主要是历书的或者楷书的 而书画作品上用的印章呢 主要是传书的 我们如果到客资店去刻 现在很少给你刻转书的 而到街上刻呢 有些水平呢也非常差 所以很多朋友觉得这印章呢 是比较宝贵的 也觉得呢比较难 如果你需要个印章呢 可能得找会刻印的 然后朋友帮你刻一个 但这样呢又觉得不方便 其实刻印章并不难 也并不复杂 主要是因为我们平时对它了解的少 就觉得它很神秘 很难 如果和写一幅书画作品来说啊 这印章相对来讲呢 我觉得倒是容易一点 为什么呢 它有很大的制作的成分 这个刀子呢 来刻线条 可以反复的刻 线条粗了慢慢刻细 如果哪个地儿刻断了呢 也没什么关系 不是要求特别严格 这一次刻不好呢 我可以稍微磨一磨 再刻 甚至全都磨掉了 从刻都可以 在过去小学高年级的课程当中啊 牢记课当中 它有一项就是刻印章 小学高年级的学生都可以课 可见这个刻印章并不很难 也并不复杂 所以我们呢 跟大家谈谈怎么刻印章 如果我们学会了刻印章 既可以刻出的印章自己用 也可以为朋友刻 也有很多乐趣 学习刻印章需要了解的 首先是用什么材料和工具 第二呢 就是刻什么形式 在这个用的文字上啊 这个章法的类型上呢 都有哪些 这样我们在刻的时候才能知道 我刻什么 先跟大家谈谈呢 刻印章需要的材料 刻印章需要的材料啊 古代非常多 比如战国时代和这个 汉代呢 主要是铜印 像这种铜印 这个铜印呢 它的主要方式是铸造 在印面是铸出来的文字 上面还带有各种钮 比如说这个龟钮 狮子钮等等 这都是古代铜印的这个样式 还有呢 玉印 这个木头的印 竹子的印都有 也有石印 到了明代以后 刻印章主要是用石印 因为石头呢 比较容易刻 所以明代的文人呢 很多都会刻印章 清代以后 一直到近代呢 都是这样 好像是作为文人的一个基本修养一样 都会刻印章 所以这刻印章并不难 这个石头啊 它并不是说什么石头都可以 它主要要求质地要细 质地要细 主要产印章石料的地方呢 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寿山 福建的寿山 这是最著名的一个地方 叫寿山石 像这是寿山石当中最名贵的 田黄石 晶莹透亮 晶莹透亮 这是寿山石当中的 芙蓉石 寿山呢 产的石头非常多 品种也多 也非常漂亮 第二个产地呢 就是浙江 浙江有清田石 清田石整个颜色呢 也非常纯 像这块 丰门青呢 就非常好 还有昌华石 昌华石当中最名贵的 像这个积雪石 非常名贵 上面的红颜色呢 是湿润的 湿润的 寿山石和清田石呢 开采的历史比较长 比较长 到现在产量越来越少 真正好的这个石头啊 非常少见 所以现在巴林石 非常流行 像这只巴林石 纸地啊 颜色啊 也都不错 此外呢 还有广东产的啊 辽宁产的都有 这是辽宁产的啊 颜色也很好 都可以用来刻印章 一般的呢 我们学习刻印章 或者平时使用刻印章呢 就用普通的石头就可以了 关键呢 就是在于选材 并不是要选那些珍贵的 是吧 带有收藏价值的那些 就田黄啊 鸡雪啊 啊 芙蓉啊 等等 而选呢 适合于刻印章用的石头 那么怎么选材呢 看一些什么呢 首先看这个石头 有没有裂纹 啊 有没有裂纹 侧着看 啊 侧着看 像这个石头呢 就没有裂纹 看的时候摸一摸 如果这个有纹 一看是花纹呢 还是裂纹啊 一摸就知道了 如果它是光滑的 就是没有裂纹的 像这个石头就有裂纹 侧着一看啊 就有裂纹 这是一刀裂纹啊 明显这是一刀裂纹 这个裂纹比较大 比较长 那用刀子刻的时候 这条稍微使劲的话呢 它就容易裂开 这就裂开了 这样石头就没法用 这是首先要看的 第二呢 看有没有砂丁 什么叫砂丁呢 就是石头里边的石鹰 石鹰 这个砂丁非常硬 一般的用这种白钢刀都刻不动 一刻呢 刀子就 就笨了 如果有砂丁的石头 也不能用 除了这两点以外呢 这个石头就可以用 有的朋友说 我要选这个 稍微好一点的石头 那选什么样的呢 那就再进一步提一个要求 就是 看这个石头啊 有没有光泽 有没有光泽 像这两块石头 同样 是参化了积雪石 这是 参化积雪石 这两块就没有光泽 而这块 就有光泽 就明显的非常亮 而且雪呢 一看是鲜亮鲜亮的 很湿润的感觉 像这这块虽然小 但是比这两块好得多得多 就看有没有光泽 摸起来呢 手感好不好 这是石材 一般现在商店卖石材呢 这个 几块钱呢 就可以买到了 非常方便 也不贵 第二就是刻刀 刻刀 刻图章用的刻刀 是这种平的 平的 不是那种斜热的 是平的 有大有小 一般的呢 要小刀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刻的印章并不大 而大小呢 主要注意 它这个刃的夹角 像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非常大 这种角度的刀子 这种角度的刀子呢 它刻出的线条啊 都比较粗 比较粗 这个角度呢 非常小 这个角度非常小 它刻出的线条呢 就比较细 至少这个 这个它能刻很小 很小的上 那么刀子主要关注什么 主要关注这个角度 因为刻的时候 是用这个刀子角来刻的 是用这个角来刻的 这个角 这个角要保持90度 如果圆了 这个角圆了 刻的时候 就容易滑刀 圆的嘛 它比较滑 一刻就容易滑刀 就容易刻坏 如果这个角圆了 怎么办呢 就准备一个小的 准备一个磨刀石 砂石来磨 磨的时候注意什么 注意这个方向 不能这么磨 这么磨 这个角还是容易磨圆 不容易磨成这种90度的角 这样来磨 这样来磨 磨的时候也不要来回的用力 只是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 磨一下 转一下 再磨一下 一个方向 这样呢 就可以把这个角磨圆 如果太圆了 怎么磨的角都 都还是圆的 那可以 先这样竖着磨一磨 先把这刃磨直 然后 再磨 这样就能够 把刀都磨好了 这是刻刀 刻刀呢 也不用这个 要这个太好的 只要钢比较硬 钢比较硬 用起来比较方便呢 就可以了 再有就是印泥 印泥 因为刻出了章以后啊 我们要盖 要盖这个印 印泥和盖出的效果 有直接的关系 一般办公印的印泥呢 用来盖这个抒刮作品 这个是不合适的 因为上边呢 主要是油 盖到纸上之后啊 稍微过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字周围就一个油圈 油圈 印泥是用朱砂 爱融合植物油 这个植物油是经过 长期晒制 而调拌成的 好的印泥呢 就是朱砂含量大 所以它这个 很小的一块就很重 一般的印泥呢 朱砂含量小 如果油性太大 印泥不能用 为什么呢 它就沾来沾去啊 在印面上沾的 纸是油 纸是油 没有沾上泥来 这样盖到纸上 那盖不好 印泥是用什么装的 用磁盒装 用磁盒装 不能用铁盒 用铁盒 这个时间稍微长呢 这个印泥就变黑了 如果这个印泥啊 用长了以后呢 需要搅拌呢 就用这些 像牙刷杆啊 什么就可以 给它顺时针 一个方向 给它搅一搅 这样呢 就还可以再用 再有叫小刷子 准备一个小刷子 一般的牙刷就可以了 这一样 课出章的时候 有一些石头的碎末 课完之后 要先刷一刷 刷一刷 才能够再沾印泥 不然石头碎末 都沾到印泥上 把印泥就毁了 章用的时间长了呢 像这个阴文印呢 这有可能的印泥 都把这个摄像门 都给溺住了 也可以用刷子 加一些什么洗洁精啊 把这印章再刷一刷 刷子起这个作用的 还有就是印归 这个印归啊 是一个直角尺类 这型的东西 只不过它有厚度 它有一定的厚度 印归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用来盖图章用的 有时候我们盖图章 第一遍 盖完了以后不清楚 不清楚怎么办呢 如果没有印归 再盖一遍的话呢 就容易 周围呢 就模糊了 这线条 还是不清楚 有了印归呢 就可以把印归 先放上 第一遍 盖一下 看看不清楚 还可以再沾印泥 是吧 再盖一遍 就沿着这个线下去 位置就非常准确了 这样盖出来呢 它就清除了 就清除了 这是印归 还有就是踏包 踏包是干什么的呢 踏包是用来啊 踏边款的 因为我们刻图章 刻完之后 有时候在边上要刻个字 是吧 什么时间刻的 有的这图章呢 刻完了以后是送给朋友的 就要刻上 赠给什么什么朋友 这样需要把边上字呢 要拓出来留个纪念 需要有个拓包 拓包可以自己做 就是用一块 这是海绵 或者棉花 一般都是用棉花 然后呢 包上一块 塑料布 塑料布 给它卷起来 卷起来 卷好 上面呢 再蒙上一块 细的绸子 细的绸子 蒙好之后 弄紧 弄紧 下边 用绳子 拴好 这样这个 踏包呢 就做完了 到时候就占墨 让占墨 用来这个 踏的 这是 刻印章的 基本的用具 主要用具 就介绍完了 这是 硬的材料的准备 这些食物的准备 此外呢 比如说其他的 准备一个 错刀啊 这个 如果刻这 随行章 这个形状 太不好设计 像这个形状呢 是一个半圆形的 我们给它设计成 一个椭圆形的 就可以把边上 去掉一块 这时候就可以拿 错刀啊 错一错 有的这边呢 需要残缺一点 也可以拿错刀呢 敲一敲 这是 用具 基本用具呢 就是上边介绍这些 刻印章 还需要了解什么呢 还需要了解印章的形式 或者说印章的类型 印章 从这个 印文本身来说呢 它分为这么几类 一类是 白文印 白文印 什么是白文印 像这个呢 就是白文印 这是吴昌硕的 刻的这个白文印 它的字 是白颜色的 而字的周围 是红颜色的 白文印 又叫英文印 第二呢 是诸文印 这是诸文印 诸文印 诸文印 它的字呢 是红色的 周围呢 是白色的 这是 一类 再有 就是诸白相见印 就是同样这一方印章当中 有的字 用的是 白文 有的字 用的是诸文 你比如像这方印章呢 就是诸白相见印 这是从 印文形式啊 印文线条的形式来说 有这么三类 如果从 印文内容上来说呢 有这么几类 一个就是 名印 包括姓名啊 这个 宰馆的名啊 给自己的房子 起一个什么号啊 这个名 都叫名印 像这个呢 是一个宰馆名 第二就是词语印 词语印 就是这个上面刻的呢 是词语 像我们盖印章的时候 经常盖的 一手延年 作为一手章用的 这就是词语印 这是无让之刻的 物常具于所好 也是个词语印 第三是图像印 图像印 它上边不是文字 而是呢 各种图画 有呢 是动物 有的是房屋 像这是一个 汉代的 牛羹印 这个赶着牛在羹种 第四 是四灵印 什么是四灵印呢 像这方图章 是很著名的一方 四灵印 中间是名字 赵多 而四周呢 有龙 有虎 有凤 这个 在汉代呢 都是 这个属于 非常 认为非常神灵的动物 这是龟 有的时候呢 只用两个动物 在左右装饰 有的时候呢 就用一个动物 这种 这个动物和 名字的 合在一起的印呢 就叫 四灵印 这是从 印 这个印文内容本身来说 印面的内容本身来说 有这么几类 就是 名字的印 包括姓名啊 这个 宅馆的名啊 再一个就是 词与印 就各种弦章啊 都是刻的都是一些词句 再有呢 就是图像印 再有就是 四灵印啊 就是 在名字周围 刻上一些比较 极强的动物 这是从 这个印文本身来 分类的 如果从整个印章 发展的历史来分类呢 又这么几类 一个是古喜 一个是古喜 第二是汉印 第三呢 是 流派印 一些传客流派印 古喜是在 秦代以前的战国印章 像这些呢 都是古喜 古喜的姓名印呢 一般都是一公分左右 非常小 铸造的非常精美 官印呢 也不是很大 像这是古喜的官印 这是一类 第二类呢 就是汉印 汉代是我国印章 发展史当中的一个 高峰 汉代的印章 它主要是用来盖风泥的 就是 把这个竹卷 捆扎好之后 上边用 有一个 木头上边有一个小弦 我们看这上边有个 挖进去一块 在这个位置上呢 放上泥 然后泥上边呢 再盖成印章 所以汉代的印章呢 都是白纹的 它盖到泥上之后呢 上边刺是凸出来的 有点像现在这 是一些这个火漆啊 打火漆那种形式 像这是汉代的 金印 这是汉代的铜印 这是汉代的玉印 这是汉代的印章 再有就是流派印章 流派印章是 明代以后出现的 就是最早呢 是刻印章啊 文人都是自己写好了 转字 请工匠来刻 因为那个时候用的材料 都是象牙呀 铜啊等等 比较坚硬 刻不动 后来文鹏呢 发现了这个 石料 上面可以刻印 就自己刻 从此以后呢 文人呢 参与了这个刻章 在这个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呢 就出现了很多流派 比如说这个 合振的雪鱼派啊 这个 吴昌硕的吴派啊 邓时务的晚派啊 等等出现很多流派 这些印章呢 就是有很高的 这个艺术价值 值得我们学习 值得我们参考 总的来说呢 是这个 古喜汉印 是属于古代工匠制作的 而流派印章呢 是文人来创作的 就是我们了解这些的目的 是什么呢 是为了选 提供一个选择的目标 比如我们有了食材了 工具都被齐了 想刻一个印章 你是刻白文呢 还是刻朱文呢 刻的是姓名印呢 是词语印呢 还是这个图像印呢 比如说龙年 就可以刻一个图像印 再比如刻这个 什么风格的 喜欢这个 这个齐白石的 邓时务的 还是邓散目的 还是吴昌硕的 等等 就是有了材料 这个材料是 食材 刻刀等等 还要有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方向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要 通过 通过 借鉴这些 前人的印章 刻出一方 自己满意的印章来 这是 我们介绍主要的内容 印章上面 使用的是转字 这个转字 有些什么特点 怎么来写 这个我们休息一会儿再讲 上面我们介绍了 用刻印章需要的工具 材料 以及印章的基本类型 下面呢 我们谈谈印章使用的文字 印章使用的文字 是转字 在古代啊 转字 是分为两类 这在讲转书的时候呢 已经讲了 大转和小转 转字是一般是用来书写的 可是呢 要是刻在印章当中 一公分左右的印章当中 这个字形呢 就不可能照搬到 转字上去 这样在制作印章过程当中 逐渐形成了 制作印章专用的 一种字体 这种字体呢 一个是古喜文字 古喜文字 一个是汉印文字 汉印文字呢 又叫谬传 像这是古喜文字 这是古喜文字 这些古喜文字 和金文相比啊 它是线条呢 比较平直 线条比较平直 这是汉印文字 汉印文字 也有这个特点 就是线条 比较平直 字的这个形状呢 基本上呢 都属于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汉印文字啊 和古喜文字啊 它都用在印章上 印章本身是方的 方的 如果 刻这个文字啊 都是圆的话呢 就不协调 所以在 古喜和汉印 这种制作过程当中呢 形成了印章 专用的 这种字体 比如我们想刻一个 古喜风格的 名字 或者刻一个 汉印风格的名字 就可以通过工具书 来查这个字 关于古喜文字的 有古喜汇编 就是这册 古喜汇编 这古喜文编 是这个 罗福一先生 主编的 古喜文编 上边 全是古喜文字 而且每一种文字啊 有很 比较多的写法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 查 到这个字 查到自己需要字形 来找 这是 汉印文字 汉印文字 争 也是罗福一先生编的 都是从汉印呢 当中 磨写下来的 如果想刻一个汉印 风格的 印章 也可以通过 汉印文字 征 来查 来找到 所需要的文字 这是 两种专用的文字 就明清以后 自从文人参加印章 创作之后 印章使用的 这个撰文呢 撰书啊 范围就扩大了 不仅是古喜汉印 可以用 金文 后来出土的甲骨文 以及这个瓦当上的 传字 还有各种风格的小传 都可以用来刻印章 而且呢 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我们看这个 是刘江先生刻的 甲骨文的印 求进步 涌向前 这是 一鲁渊先生刻的 金文的印 这是夜中子 这是苏人 这是朱富康先生刻的 金文的印 如子牛 这是马国全先生刻的 问苍芒大地 水煮沉浮 这是蒋维松先生刻的 而今脉步 从头月 这是小传的印 韩登安先生刻的 常乐无极 老富丁 这是陈俊来先生刻的 有首于斯 有的人呢 把这个 小传和大传 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比如用金文 和这个小传 结合起来 刻的 你比如说 这方印是 唐对石 先生刻的 前军陶 其中呢 有的是用小传 有的是用大传 传书当中 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 就是鸟虫传 这是汉代就有的 鸟虫传 就是 把这个线条 刻的一些动物的形象 像鱼呀 鸟啊 蛇呀 等等 像这方呢 就是鸟虫传的印 武艺 这是印章上 使用的文字 印章上 使用这些传书呢 我们都可以通过工具书 都可以通过工具书 来查到 来查到 查到以后怎么办呢 就有一个问题了 比如想刻一个 淡薄 明智 刻一个淡薄明智 像刻一个小传形式的 通过工具书查到了 查到了 字呢 都会写了 怎么样把这四个字 组织到 印章当中 组织到这么一个小小的方的 空间当中 这就是布局 就是印章的布局 也就是章法 印章的章法 需要最主要 要 记住的是什么呢 第一 就是要有整体性 就这四个字 要把它作为一个字来考虑 作为一个字来考虑 这样呢 就使印章呢 具有了一个整体性 第二 就是要注意 线条以外的空间 经常讲叫分珠 不白 就珠是红色 就怎么分配 这些红的颜色的线条 或者红的颜色的 这个这个空地 怎么分配这些空间 这是印章的 实质 实际上呢 就是这四个字 要把这个方的这个印面 给它分割了 印章布局 一般是几种情况呢 几种类型呢 一种类型啊 就是均匀型的 汉代呢 汉印主要是均匀型的 你比如像 这方 皇后之喜 这方 文帝行喜 这方 华阳王喜 就是每个字 都占了 四分之一的位置 这就是以印文为单位的布局 这均匀型的一种 再有呢 不是以印文为单位 而是以线条为单位来 分配 线条和线条之间的距离 这个空间是一样的 像这一方印 是李易寿印 这是张寿思印 像李易寿印 这个印 就占的位置比较小 张寿思印的张 占的位置也比较小 他就按线条 线条多呢 他占的位置就大 线条少呢 占的位置就小 主要问题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使这个空白的地方 间距要匀 间距要匀 这是均匀型的这个布局 这种方式 就是用印文为单位 或者用线条为单位 有的时候 线条之间 悬出比较大 悬出比较大 就采取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 朱文和白文 交错 交错 你比如像这方印 霓裳翁印 我们这样一看呢 以为这是一方 白文印 实际上它下边这两个字 长和印 都是朱文 印章是红色的 像这方 高亥 斯印 高亥 斯印 这个亥 是朱文 这方的字数比较多 王孙友 印丸 风发之 右上角的王 和左下角的支 都是朱文 它这也是一种均匀型的分布 均匀型的分布 均匀型的分布 目的只是一个 就是使印面 尽量的 这个留下这个空间呢 尽量的均匀 这是最主要的 这种分布的形式 对 印文的线条 要求 要求质量非常高 要线条要非常的漂亮 这样的印章呢 才能够比较漂亮 第二种形式呢 是书密型的 书密型的 就是 印文的空间 有的地方呢 特别空 有的地方特别密 这种布局呢 在古袭当中呢 用的比较多 比如像这方印 日耕都翠车马 它的印文 是围着印边来分布的 上边空的 中间留了一个大的空白 密的地方特别密 而空的地方特别空 古袭当中呢 经常用这种方法 你比如像这方印 印文在上下两侧 而中间呢 留了一条空白 这方印 印文带四个角 中心 留了这么一个圆形的空白 这方印 印文是S形的 上边留了一个三角形的空白 下边留了一个三角形的空白 这方印 印文是在上边 左边右边排列 中间一直到贯通到下边 留了一个空白 这是属于书密形的 在这个转刻流派当中呢 书密形的情况就比较多 比如像这方 这个齐白石刻的 夺德天公 夺德 笔块比较多 线条非常密 而天公呢 笔块比较少 比较书 留的红呢非常多 所以这个书和密的对比 非常强烈 这方是 朱文印 天涯停过刻 天涯停过 这是比较密的 而左边这个 只有一个刻子 刻子下边 大片的空白 大片的空白 这是比较书的 这是属于 这个 书密形的 书密形的 当然呢 如果你要细分的话呢 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错落形的呀 啊 等等 但实际上 它的实质 就是在空间的 对比上 如果空间没有对比 这些空白的地方 比较均匀的 就属于均匀形的 而且对比比较强烈 不论你的文字 是错落排列的 还是整齐排列的 对比比较强烈呢 那是属于书密形的 我觉得主要是 这么两类 布局的类型 那么布局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这四个印 这个四个字 淡泊明智 这四个字 如果你要刻个印章 怎么布局 怎么布局 方法是什么 这点呢 主要把一些 最基本的方法呢 这个介绍一下 一个方法 就是印文为单位分布 就是淡泊明智四个字 各占四分之一的空间 再画一个十字线 那么每个字 占四分之一的位置 这是一种布局的方法 另外一种布局的方法 我不想刻一个方形的 我想刻一个长条形的 长条形的 像这种随形印一样的 长条形的 刻一个长条形的 那么 一般的都是按照 均匀的这种分布 就是把淡泊明智 所有的横线条 计算一下 各占的空间是一样的 那淡字 它横线条多 它占的这个空间就大 而质呢 横线条少呢 占的空间就小 这是 以线条为单位分布 再一个呢 就是 如果觉得质 它的笔块太少 和淡的相比呢 笔块太少 博呢 笔块也少 也可以采取 英文或者阳文交错这种方法 这是 第三个方法 就是英文阳文 或者说 朱文白文交错的 这种方法 第四呢 就是用借格 就是在这个 印面上 画上格 画上格来分布 你比如我们看一下 比如 四个字 中间给它分开 这儿借格 是吧 把字 给放在 借格里边 第一个字 名 至 这样四个字 就这样布局好了 布局好了 这是用借格的方法来分布 这是几种分布的形式 用借格的方法来分布这种形式 和上边说的 四个字均匀占空间 还有所不一样 因为这里边 这四条中间的十字线 也是 印章组成的一个部分 印章组成的一个部分 这里边呢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如何处理 这个借格 或者印边和印文的关系 就章法里边呢 需要考虑的 需要考虑的 一般的情况下呢 是印边是印边 印文是印文 但是如果设计的巧妙 就把印边 给它借用 借用 你比如这方印 它这一侧呢 线条非常长 非常长 如果再有印边 两个竖线条啊 就重合了 所以 它就用这个 印文的长的竖线条 来代替了印边 这是布局的几种方法 在印章布局当中 还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选的字 可能呢 线条上啊 多和少有些不一样 取和值有些不一样 就要印文呢 需要调整 上面所说的 古喜文字和汉印文字 就是在调整印文当中 逐渐形成的 它这种 这个特有的刻印的文字 我们在刻印章当中呢 也有一个调整印文的问题 调整印文的问题 调整印文的方法呢 主要这么几种 第一 就是取直法 本来 这个线条是 取线条 它变成直的 比如说 这个经常写的寿字 这个寿字 这都是取线条 取线条 刻印章的时候 可以调调整成直线条 完全都是直线条 这样呢 就和印面 吻合了 都是直线条 这是一种 变曲线条 为直线条 这样呢 可以减少 空间 还有一种呢 是变直线条 为曲线条 比如 这个G字 本来这边 只有这么一个直线条 到这 那这点空白 就太大了 这点空白 就太大了 所以呢 就增加了 增加这个曲折 增加曲折 这就是一种 一种方法 是吧 变曲线条 为直线条 也可以变直线条 为曲线条 都可以调节 这就是传输的好处 传输的好处 就线条可以变的 这是一种 所谓曲直法 再有就是伸缩法 所谓伸缩法呢 有的线条 本来比较短 有的比较短 它可以加长 你比如 这个 成户印信 成户印信 它下边呢 这个旁 它就长了 就长了 把沿字边呢 提上去了 这叫伸缩法 这是字的伸缩法 而几个字之间 也有伸缩法 你比如这方 储生之喜的支 右上 左上角这个支 这一横呢 它就伸长 伸到了左边 这个空间里面 这是 这就是这个 字的这个伸缩法 像这种伸缩法呢 在古喜当中呢 用的就非常多 还有 就是反减法 反减法 有些字 本来呢 笔画非常多 可以采取简写 你比如这方印 里边这个草字 草字 草字本来是 这样写的 这样写的 这是草字 而现在呢 采取一个简写法 只要上边这个头 只要上边这个头 采取简写法 这样这方印章的 整个布局呢 就协调了 再比如 齐白石先生 一个很著名的印章 白石 白 本来是这样写的 本来是这样写的 而他这个印章布局呢 白这一竖 是吧 还有 然后他增加了一个斜线 增加了一个斜线 这边石 非常好 这是 凡减法 这点呢 就属于增加了一笔 增加了一笔 就是凡 刚才讲那个草呢 就属于简 就是上面就讲的这个 调整印文的方法 简单说 就是一句话 在转字里边 如果是不妨碍识别的话呢 你取线条 可以变成直的 变成直的 直线条 可以增加弯曲 增加弯曲 有些偏盘 有些笔画 不是主要的 可以省略 有些呢 也可以增加一些线条 这样就达到一种 布局的和谐 达到一种布局的和谐 最后还有一个 就是印文的排列方式 这主要讲一个四个字的 因为一般四个字 是竖着排的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也有的是逆时针排的 一二三四 是这样来排的 这是印文的这种排列方式 上面呢 我们就介绍了 印文布局的这种基本类型 均匀型啊 书密型啊 再有印文调节的 这个布局的方法 和印文调节的方法 这儿呢 我们就做好了 课印章的准备了 下一次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 怎样具体课印章 谢谢大家